大家好,我是司徒,Syris是我的老师 这个整个项目是在做什么呢? 我是在读IvyCarrant Data Center Administrator的学生 Syris老师带我们去做了AWS的ALML 就是用他们的服务来建设的一个AI的助手 我们现在就想介绍一下整个APP是做什么 还有今天也想试试教大家怎样去批评整个APP来用 首先讲一下整个背景是怎样的 大家都知道近期《ChatGBT》那些都很多人说 还有很多人用,但是也有一些背景就是 最近很多大学都说可能不同大学都有不同的措施 有一些可能会不让学生去用 可能要一些学生去申请 要让一些老师看过OK才可以让他们用 其中一个原因都是因为学校没有一个方法 去监视学生去如何用这些《ChatGBT》 去帮他们做功课 因为可能有些学生就直接叫《ChatGBT》 给他们一个设计的题目 然后就叫他帮他们打完整篇文章 然后就用《ChatGBT》 可能缺乏了这些《ChatGBT》的解析方法 还有就是他也比较消耗资料 可能最近也有说,其实他也挺消耗电量的 可能有些人未必很懂得如何去问 一些有效的问题 一会儿会再详细讲一下究竟是怎样的 有些学生就未必可以懂得去问一些 就是用比较小的问题去问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然后就可能问了很多条问题 才可以问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会浪费了一些资源 而且就比较焦点在一些比较字面上的设计 就是学生就是比如手打一些字出来 然后就叫《ChatGBT》去回答一些文字 例如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ChatGBT》里拿出来的 就是看到,譬如《ChatGBT》都说 临时禁止所有学生在课堂上用 就是在一些功课上都不可以用 就一定要申请了豁眠才可以 然后其中一间,就是只有《ChatGBT》 他们才比较开明一点 这样就给一些学生去真的用 这样就完全不设限制 还有就譬如《ChatGBT》就说 就是《ChatGBT》一个月呢 用了17万户家庭的用电量一年 其实都比较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能量质量 那我们整个APP是怎样的呢 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方法就是 就是可以给老师去观察 以及给一些阻止 给一些学生去如何用这些AI 然后也提供了几个AI模式 给学生选择的 因为EI有《ChatGBT》4 以及有3.5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 例如《ChatGBT》5 这里都可以给一些学生选择 去用哪个模式 就是可能它需要一些比较 複杂的东西 可能就用4 比较先进一点 这样就可能比较有效的 给到一些回应 那我们还会有一些预设的 一些批评给学生用 稍后会详细讲一下是什么 接着我们整个APP 都是在AWS上建设的 就是在Cloud一个服务 接着一些基础 例如一些伺服务 以及一些服务 都是用AWS的 就比较利益一些 就是不会无限 就是可能如果在学校 用学校的伺服器 那可能会无法断线 都说不定 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都融合了一个 语音的辨认 以及输出的功能 所以就不用学生 每次都要打完句子 然后就看回文字的回应 可以就这样用口讲 还有容易听到 就进行整个沟通 都可以的 还有融合了一个 AR的技术 就可以 就是最近Apple 都出了一个 AR的工具 就是用babylong.js 去融合了这个功能 还有最后可能 都可以帮助一些 可能有困难的儿童 就是可能他们未必 很懂得去跟别人 沟通 或者不愿意去跟别人沟通 例如可能有自闭症的耳筒 那我们觉得这个 应该可能会帮到他们 一步一步地 去试下跟别人沟通 这里就是我们整个 App的一个 architecture 就是用AWS的 不同的服务器 那左边那部份 就是一个 我们整个App 就是用网页的形式 就是一个web的App 就展现出来 就是人们就不用特意 去下载一个器材才能用到的 就这样 去一条link 甚至在手机 都可以用到这个App 那他就用了CloudFront 就是一个CDN的服务 那他就可以令到 就是他会将整个App 操作在比较近的用户的地方 就是用户想要的时候 他就在比较近的一个Data Center 拿出他需要的App 就给他 那就不需要继续这个App 继续这么久 然后中间就拼了API Gateway 后面就用不同的Service 可以见到有三个Lambda Function 那两个Lambda Function 就是看你用哪个服务 如果你想用OpenAI 那他就会触发了OpenAI的Lambda Function 就会用OpenAI那边的ChatGPT 那如果他想用Hugging Face的话 就会触发了这个Lambda Function 那他就会帮我们运算 就会去用SageMaker的Surferless 的Inference 就会用Hugging Face那边的模特 那无论你用哪个模特 他最后都会传回到S3那里 然后之后S3是可以给你 用来存下一些资料 之后你可以用来存下一些Logging 去看看之后可以做一些分析 看看会不会有哪些学生 是问得比较多哪一类型的问题 接着Chrome Prehand和SNS 我们稍后就会介绍一下 其实他是用来做什么的 那我们足够介绍每一个component 就是刚才就看到是用了 这个AWS里面的Poly和Transcript 那他就是用来帮我们做一些 预音辨认和输出的功能 那他可以 detect到你说了些什么 之后他就会变回文字 去传给ChatGPT那边 去理解回文字 之后就给我们回答 之后他就要用Transcript 去朗读回答案出来的 然后还有VR的environment 我们就用BabyLong.js 去建设出来的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不同的模式 给他选择 那不止ChatGPT 也有Hugging Face 或者ChatGPT也有两个版本 就是3.5和4 那4可能比较贵 那如果学生可能问一些 没有那么需要用到4的问题 那他们用3.5就可以了 那下面还有个Lambda功能 它是用来做些什么呢 就是做一些 自信的那方面的东西 那就是这里了 那我们会不会 怎样可以自信的用户呢 就是会不会就这样给一条链 然后学生周围分享 然后之后就 每个人都用 然后就浪费了学校的资源 那这里就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 那我们就给了 用API gateway去管理这些API key 然后就给每个学生一个API key 那他们就用这个API key 就是你可以当是密码之类的东西 那就去用这个服务 那每个API key 就设置了一些quota 例如设置了50个quota 那每个学生每天就可以问50次问题 然后quota就每天重复 那他就去 他不是直接用这个API key 去用他们的服务 那他后面还连了去STS 就是类似提供一些token的服务 接着就可以做一些authenticate的东西 那就可以帮助学校去做一些成本控制 就不会有人问了几百条问题 然后可能卖了出去的这条key 然后被人问了几百条问题 那就用了学校的资源就不会的 还有我们也有这个 《Awesome ChatGPT》的文章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可以给… 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想要一些回答 可能想和 ChatGPT说定了 我想要什么类型的回答 可能叫他与一个老师的 就是可能我想学一些知识的 就叫他与一个老师 那他就会给你的回答 就是之后回答你的问题 他都比较是引导你 和去说明一些道理 但有时候可能你会想用 ChatGPT 拿来做一些比较创造的东西 例如可能想brainstorm一些想法 那可能就会叫他做 譬如创作者或者 composer 或者一些可能你想有一些 event 想搞的 可能要他brainstorm有什么 idea 可能就叫他add as一个 event manager 可能就会给你这方面的资讯 例如还有其他有些是很有趣的 例如Linux Terminal 他都可以扮演 又或者你想去准备interview 你可以叫他扮演一个interviewer 例如developer interviewer 然后他就会问你问题 可能就会像一个interviewer 一条一条一条问题 一条一条一条问题 例如这个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说的interviewer 其实他里面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有这一段文字 就是整段文字 他会帮你送给 ChatGPT 就是你不用自己打的 然后他就会跟 ChatGPT说 他想他这样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例如ask me the question and wait for my answer 然后do not write explanation 就免得他回应了整篇东西 然后你又要看他整篇东西 但是你跟他说了他就不会这样做了 还有我们这个app也想有能力 去理解一些message的情绪 因为我们想做到一个功能就是 如果他收到一些学生 可能说了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那他就会有能力去理解到 还有就可以去通知老师 可能他们收到一些message 那他就会透过一个 也是AWS的服务 就叫SNS Topic 就送个电邮给老师 就跟他说 可能有个学生就说 他觉得试试很难 考完之后很失望 对自己 然后他就会通知老师 那个老师就可能 会不会看看 可能有些什么行动可以采取 会不会关心学生 或者去之后做一些data analysis 就是我们放了上S3之后 之后都可以做一些 就是会不会看看有些什么趋势 这样的 这个S3就是 就是他怎么存下一些 就是学生问过的问题呢 就是一个Json的file 就每条问题就是一个Json的file 这样存下了 那里面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这样 他会存下了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他问了要听我 这样 那答案就是 ChatGPT 那时候怎么回答他 就是 Yes, I can hear you 这样 那他也记下了 用哪个模式 在什么时间 和感觉 就是会不会 是一些负面的讯息 他就会在这里 detect 他 detect到 这个要听我 是一个正常的感觉 就是不会有东西 就是不是一些很负面的讯息 这样就 是 那 那 SNS topic就是 刚才说 譬如真的有学生 發了一些很负面的讯息 出来 例如 I fail my exam I feel that I am useless I am looser 这样 那他就 detect到 是一个很负面的情绪 然后他就 他就 记下了 答案是什么 之后就 会发给老师 就是 我这里就订了自己的 email 那他下面 也有看到 一个 就是0.97 就是他都很肯定 这是很负面的讯息 那他就发给老师 就是 刚才说 可以如何做更多的讯息 就是 他就把那些 刚才学生问过的问题 全部记下在 AWS S3 上面 然后老师 就可以 用 就是可以透过 Queri Data的方法 就去看看 会不会有哪些问题 就是有哪些字眼 是出现得比较多的 比如可能那一陣子 老师可能在教 例如 Container 就是 可能教Docker 可能有很多学生都问 就是 Docker 要怎样建议 那样 那如果 老师发现很多人都问 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他就 可以知道 可能他要在这方面 比较focus 去教学生 可能要比较 解释得清楚些 那就可以更加有效地 去 去更加教学的效果 这样的 那 那 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 整个app的demo 不过这个是linked 你 是吗 是 但是试试 就是demo app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不过未必可以试到 试试 试试不试试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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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 试试 试泄 试试 确图 其实都是大熟 即唉 因為Babylon.js 經常用JavaScript走3D 這個層面比較適合緩度 只不過撈完一次就會有很多 可以做些示範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模特兒 剛才我們可以選擇GPT4、3.5 其實某程度上我們有原因 因為這個版本沒有計算 因為我們有第二個版本是計算 其實很簡單 因為現在人們用LLM 其實沒有看著錢來做 但事實上是很貴的 因為每個字都要計算錢 你問一條問題都要計算錢 題目和答案查GPT4都要每個字都要計算錢 其實嚴格來說 這些系統一來是錢 二來是很不環保的 因為其實你玩得多就知道 有些問題根本不需要用第四代 即是你甚麼都要用第四代 好像很帥氣的那款 但其實有些東西都要計算 其實你本身如果看OpenAI 就算是炸模特兒 例如Tax Defense、Cook Defense 就是這些模式 其實如果你想他幫我做一些簡單的問題 或者簡單的processing 其實我不需要用到CheckGPT 價錢會便宜一點 其實某程度上我們是Promo學生 就不是教他用就一定要用CheckGPT 不用就… 老闆說明你不懂我不請 這是法律來的 但其實因為很容易用的東西 沒理由不懂的 即是你不想入行就不要用 但問題就是現在入到行 他能夠聘用一些人 就不是叫你在那個包銷打一下問題 拿出答案那種 是要你寫計程式去 召喚那些巨型模特兒 然後做功能 即是你將來會見到 訪問好像全部我們現在在做的系統 其實後面不再寫什麼頁頁頁頁 不再寫什麼 大家都用英文來寫計程式 寫完之後就 模特兒一句一句你一句我一句 這樣放下去 如果你有聽過 可能之前不是有個討論 即是Microsoft過來講的 那個就講Semitic kernel 應該之前還有一個朋友過來講 就講Land train 其實這些情況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玩這些東西 其實很重要 因為你會發現 這件事改變了 一個IT世界設計計程式的方法 即是你由寫if then else 變成寫英文 但你這件事其實不是一句英文 當然你可以是 第一個步驟用第一個模特兒 第二個步驟用第二個模特兒 第三個步驟用四個模特兒 但是逐個模特兒有不同的功能 有不同的價錢 去拼合這個計程式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 教學方針是 你們要一定用搜尋GPG 一定要用AI做的 但是我要知道誰用AI用得更厲害 我要知道誰問問題最精最短 拿到答案用最少的錢 因為這是僱主要的東西 因為你一個人用幾句就不太用 當你創造一個系統 是說一天有五百條問題 或者五萬條問題的話 你那個所謂叫Promch engineer 他不夠了 其實整件事是可以十倍價錢的 即是跟car一樣 你玩雲端你不熟 即是經常用car很貴 我這套東西就很便宜 但是人們常常說用car和car很貴 其實我以為他不懂得寫 但現在我做了示範 其實有兩個人可以玩的 即是有兩個角色 如果大家有一點印象 其實這就是Amazon的10萬個屏幕 可以拍攝一下 其實可以戴3D眼鏡玩的 不過現在就 不過今天就沒有了 如果你有VR攝影機 你可以進去跟他聊天 不過我們現在有些影片給你看 可以跟他聊天 例如嗨 問一下他 其實你想跟誰聊天 你選擇誰 我先選擇他 看看他有沒有聲音 好像那個喇叭是否不能出現 吃不到喇叭 不過沒辦法 這個Bowser 不知道為什麼他吃不到聲音 通常都有些許容許的方法 對 但理論上你應該聽到他說話 因為其實這裡就用 即是剛才說架構 即是說到AWS 其實你整件事 其實你說AWS要跟什麼 你不是全部OpenAI 還有很大堆的服務 就是做聲音 其實就是Poly 現在這裡 就是這些位置 就是用Poly 其實可以跟他說話 不過現在我們不太能試給大家看 因為現在的DEMO片 其實可以跟他說話 即是你按了按鈕 你不停跟他聊天就行了 不過暫時因為Amazon 就是他用英文 OK 即是他是做不到廣東話的輸入 沒有這件事 即是認不到廣東話 所以其實還有一件事 廣東話之外還有另一個項目 你若然要做這種功能 是叫做插著咪咪 然後不停跟他對話 你即是有一條長期拼著不斷的連線 你要選擇那種AI的逆字服務 即是用Amazon Transcript 其實現在用了Amazon Transcript 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Amazon Transcript 是Support Streaming 即是串流模式 有時候你選擇AI 即是你選擇一個服務 一個AI服務 去做你的功能 像今次一樣 真的不是每間cloud都可以做到串流 即是他做了中文 但他做不到串流 我就做不到 按著按鈕 然後不停跟他聊天 因為你要按一下 聊一句 按一下 聊一句 那就不同的玩法 這個就是Transcript的用法 就是幫助我們可以說 按著Bowser 就有一條WebSocket 一條WebSocket就會穿著Transcript Transcript Transcript 接著就一直跟他聊 就有些字吐出來 即是一條Stream 音頻入 就自頻出 一條串流 我們就會計時 斷了多久沒有字 停一停 即是說完後會停一會 停兩秒沒有字 就會扔上去OpenAI 或者扔到後面Hackenface 再玩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那個 再看看 其實我們這裡 剛才有些有趣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可以說 其實這裡是這樣的 但其實我們這些可以先重新設置 其實這裡就是所謂的 Awesome Promptes 這個Awesome Promptes 其實是另一個 open source project 即是你上網看 就有一個 Awesome Promptes project 那什麼鬼呢 其實很多人問 做這些什麼 Punch Engineer 你叫做提示工程 那怎樣入手呢 其實手法很簡單 不是看什麼書 我去商務看了這麼多本書 本本都不行 即是我就是新行走去商務 看了什麼東西 Check GBT 什麼書 整本幾百幾二百元 喂 沒有人說這些東西 那麼 不是那樣東西 如果你真的想玩好這些 叫做新的AI 這類的玩法 即是用LM核心 其實你最合理的 就像我現在這裡 我扔了一大堆Promptes Promptes engineering 那些實驗 那他就說些什麼 例如很有趣 剛才有一個示範 就說 喂 我想 很有趣 我記得之前 這裡其實都列出來了 有Linux 有林林嬸嬸 或者你扮成SQL Terminal 很過癮 不過我找個有趣的給你看看 因為其實第一句 突進去之後 整件事很好玩 叫做什麼 我們現在這裡可以找個例子 找個什麼 是好的 嗯 摸著摸著摸著 不知道扮什麼 都叫的 哈哈 不要緊 隨便摸件 不知道什麼 這個叫作詩 這個叫作詩 其實我先發了這句 你看到我想你做一個詩人 我回答你 這堆東西 其實為什麼我們弄給學生呢 因為讓他們玩得開心之餘 還有其實我想去看多些這些 因為其實你看多些這些人寫東西的方法 你就懂得用這個所謂的Large Langry Model 其實這裡就是Large Langry Model的說話技巧 你學會怎樣跟他們說話 其實其中一個說話 這裡會用一個 我們經常說的叫做Pattern OK 經常說LLM的Pattern 就是Promptus Engineering Pattern 這裡就是一個以人法的Pattern 經常說的 你玩這些 第一句通常就說你是什麼 可以嗎 你要扮一個老師 例如你現在是一個AI專家 你現在是一個什麼 你現在是一個私人 如此類的 然後你就給他一些 例如你講話要怎樣說 你回覆我要怎樣回覆 很多得意的寫法 其實很有趣 其實這個玩得多 我們的舊 其實我去學生玩而已 他玩得多一點就懂 所以他就會懂得真的用TrackGPD 因為現在人們真的不懂 實用 因為其實大家都可能只問一下一些無聊問題 但其實你沒有辦法用它去討論 Program 現在不是在說用手打 現在是在說用你的Python 用你的Java Script 用你的Java去討論它 那你要想一想 怎樣入怎樣出 那這裡是其中一件事 然後其實還有什麼可以展示一下 我們講一下後面 看展示影片就播不了 那這裡就想做展示影片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會有聲音 這個是不是有聲音 應該有的 看看出不出 沒有喇叭 這個是不是沒有喇叭 現在是不是沒有喇叭 看看是不是脫掉了 不是USB device 這個是對的 這是對的 不過可能外面聽到 我們這裡聽不到 可能現場的觀眾是聽不到的聲音 沒有喇叭的觀眾會聽到的聲音 因為喇叭出了就沒有兩個歐半 不要緊 應該是不行的 有它 轉一轉 不要緊 好像有些聲音 還是沒有的 有它不要緊 不要緊 如果在YouTube上網上看 你打這個鍵字就能看到 其實這裡是DAM的 DAM的 communication 就是想學習AWS 給我一些意見 很有趣 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們想再給我們一個 我們來看看 可以給一個 PowerPoint的連結 等等 Sorry PowerPoint 我們來看看 再給一個DEMO 哎呀 要按錄 很難 錄得很快 找不到 找不到 對 第二個 第二个吧 等一等吧,不要紧 不可以用到 有啊,在这边可以 这个是用VROCAM来玩的 可以进去和它过眼 其实这个就是巴比兰JS的功能 因为这套是麦记的 其实都可以的,是大小一点 即是大小一点 如果你玩它,这些就是大小一点 就是我做了VROCAM 其实我这套东西也做了VROCAM 可以继续它 它看着哪个位置 可以进去zoom 然后可以照样和它聊天 照样和其他什么 就是试试搜索的极限 这个搜索可以做到这样的 我们整套东西都没有 即不是什么Unity 是纯用HTML和JavaScript 可以做到这个 就是这样的VROCAM 其实里面也用咪说的 不过这里也是看不到的 有它了 出发去CN 然后再看多一个 再看一个试试 这个设计 其实是今天 其实我们要有些示范 我想说一下时间 我们看看有多少 时间 现在还可以 其实本来就是想 大家一起有兴趣做设计 可以做 这就是设计的步骤 广大 这就是设计的步骤 广大 其实整个设计 是很简单的 要设计 因为我 都黏着GitHub 和Space 其实很多人问 这样说 怎样不用CN 虽然我是Amazon的Hero 但是 我都顶不上CN 很久了 真的接受不了 距离差太远了 真的搞不定 没办法 不转会不行 好 其实 离开了CN 转了用CodeSpace 之后 那个体验就是最开心的 就是我们可以 设计你的IDE 就是用这个 所谓Depth Container 的JSON 你可以设计好所有 设计 你要装什么 plugin 例如我们用ALCLI 和Node.js 基本上你搞定 之后 所有用家想做的 设计 就超简单 基本上你只需要 可以测试好吗 可以测试到你的Github 你知道 CodeSpace每个月 任何人类都有 八十个小小小免的 用的 很够用的 测试它之后 其实呢 按两下键 其实就 第一个要关掉 tools 这种做法 就是太偏快做的 因为 应该就要用ALSingle Sight En 不过我发现 新的方式叫人混打 很多人都不懂 所以罪卸的方法是怎樣 也不是說很不安全 就是在Code Space 其實有一個叫做Code Space Secret 只要把你的SSKey 即SSKey 即SSKey和Secret Key 放進去 放進去後你的Code Space 就會一開 在不同的區域 放進去 它們的區域就會放進去 環境避免 變成所有的AWS CLI 你都不用搞 但也說這裡會不會被爆 理論上GitHub不會被爆 但Code Space 其實是要透過GitHub登入 所以保住GitHub的理論上是安全 就是這樣看 所以我沒有用Code 9 除此原因 Code 9沒有辦法做到VisoCode 這麼多 包括Advanced Literature 它沒有 你用來寫Type Script 用來寫Python 其實很不自在 那 你想寫這套 人人都可以 人人都可以寫 那 都不用了 先看看這裡 因為這裡已經完成了 那 其實可以即時做給你看 其實可以即時做給你看 現在其實有一個Code Space 可以即時做 Code 可以做給你看 其實它是 Ford了一個report 然後 應該已經建立了Code Space 這隻Code Space 就開了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因為 由於時間關係 就像方太一樣 我們整整個Code Space 因為其實 問題就是 Code Space 是拆機的 其實很搞笑 因為第一次走到Code Space 它是要安裝所有東西的 第二隻Ford出來 其實它就有個墓 一隻Ford出來就快很多 由於時間關係 這個帳戶 總之你回覆它 第二個GitHub帳戶 它需要怎樣時間 現在Code就示範了 Depointment 即是將那些套東西 怎麼Depoint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 即是來問 你玩Amazon 或者玩Amazon 你玩雲 其實你 玩雲的大技 就是拿手按 即是這個 是毒來的 我回答你就是毒 我想學生說 這是毒來的 你一開波拿手按 你玩完 你做不到雲端工程師 雲端工程師 是從來都沒有拿手按 聰明一點 那些 那其實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現在有個軟件 即是你本身就是軟件 一個軟件 如何可以變成一個package 整套東西可以不停地回覆 那其實你就包括了一個cloud 那其實我們就經常說的 概念就是 怎樣可以把一個架構 變成program 我們整個infrastructure as code 其實今次這套東西 即是這麼說 如果沒有了這件東西 我保證大家Depoint不到 即如果沒有了 用infrastructure as code 這個方法去做 即是我現在用 AWCDK去做 其實現在只要有CDK的話 整個世界 整個cloud的setup 你可以 基本上你可以不理 因為 我這個 只要我行這個 infrastructure as code 的program 對不對 那整出來呢 它就幫我用program 整個cloud 所有要的資源 所有的東西 都會deploy 其實一句command做完 那現在就示範 做一次deployment 有時間應該可以看一看曲的 因為其實我看時間 因為其實講什麼都可以 不過現在 現在時間關係到最後 那 key key setting set了沒有 set了就不用開了 set了就不用試了 這些片都有 那我們現在就做個 很簡單的示範 對 對 第一步 空了 之後就 config了 skip了 給你看的key 然後呢 其實現在呢 我們有個環境變數 environment file 這一個呢 都不介意給你看 因為這條key 我一會兒會 reset 的了 因為其實我有一條 我有一條 open AI的key 其實呢 就用環境變數 就去做 那樣東西 就是換了它 特條key 接著呢 這裏其實就是 你的API 其實這次 這個呢 就用Azure open AI去做 那 這個個案是 就是這樣說 你想不再翻牆 又要用到 Open AI的 選擇只得Azure 就是 你有什麼方法 沒有得選擇 都沒有的 我沒有得比不比 我只有有和沒有 或者這麼說 用了這麼久 Azure Open AI 其實都 都OK 方便 最重要的也是 其實我不想拆開這麼多張單 我現在一個Azure帳戶 它可以看到我的Model 每個Model 用幾張眼 變成我一張單完成 清清楚楚 其實要困擾幾樣東西 困擾鍵 困擾 domain 要給E-mail 就會收東西 或者有一條無限行的API Key 其實打了幾個設定之後 打個E-mail 會做一個 notification 這個Default 設定 假設第一個老師 如果你想他做SNS 有一個人說我想自殺 那就只要知道 問題在這裏 為什麼要錄好所有學生的對話 不是看他私隱 因為我真的想看學生問些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儲了之後 可以做一些分析 因為其實很多人經常問 究竟你教書學生不懂些什麼 其實最簡單 如果以前應該看瀏覽紀錄 即是看Google 但看不到 那現在叫他看OpenAI 檢查 GPT 那他用自己的帳戶來檢查 那我怎麼知道他不懂什麼 那現在就給一些東西 然後控制了 等他們 喂 你們全部用這個問 還有其實現在我們後面做 會下次有機會 就會講用OpenAI的方法 去拿回答案 還要自動改完功課 所有功課要透過OpenAI 來整個答案出來 總之你要問一條問題 整個答案出來 就當你懂 鬥快和鬥少錢 現在在做這樣的事情 即是我有下一個項目 就做了這些事情 不過這個就沒有做到這麼仔細 其實現在做調整就很簡單 調好所有的項目之後 那其實呢 就run一個 command 就做完 因為一條很簡單的batch 待會會開給你看 關掉PowerPoint 就阻礙了 即是你阻礙了 你不用了 那我run 那run的install command 就這樣 不用逐句run 就這樣 你喜歡逐句run 都沒有所謂 run的時候解釋 發生什麼事 對呀 搞定的了 就裁定了 做完的了 你想抄襲我這套東西用 要一樣東西 你又有條key 可以不可以 那條key我一會洗掉它 用不了了 還有要懂得打這句 command 就叫deployment 你懂得打這句 剛才那套東西就是你了 OK 就服輸了 因為我還不放上網 人民用 Open source 其實沒所謂 其實第一件事 整件事就是 會先裝回AWS CDK 這個真的是最棒的東西 就是我跟你說 沒有AWS CDK之前 要寫infrastructure as code 是一個很地獄的問題 就是有人說寫tetra form 有人寫calformation 其實兩件事都是不好寫的 老實說都是不好寫的 喂 你寫個for loop 給我看 你用tetra form寫到反眼 寫到的 就是寫到的 calformation 不用至意寫到for loop 你怎麼做呢 做不到for loop 只有一個for loop 都收你工 if then else 就難寫for loop 沒有Nexus 又沒有什麼都搞不定 沒有得op 我要infrastructure 對op 我要靠op 靠op 靠op 什麼意思 很簡單 我今天做了這個system 是AWS 用IoT做的 我只是說IoT 我不會說這個是汽車IoT 我將來整個system inherit IoT 這個system 做汽車的IoT 就是汽車 冷氣的IoT 就是冷氣 要做到這樣才行 因為其實你可以當個 你可以完全 就是這裡一個範例 你可以完全把整個雲端 變成一個普通program 來看 一個cloud 只是普通program 沒有東西的 你玩就行 不過你要選一隻program in language 幫你製作cloud 很多隻的 有些program 有Tetraform 不過我回答你 如果你玩Amazon 一定不用聊 AWCDK是無敵的 厲害很多 如果你玩其他cloud 另計 但我都會用Tetraform CDK 因為可以有CDK 即可以有CDK 去整整Tetraform 這個是最好玩的 有機會在提卡康佛 再和你們聊一下 怎樣可以用高級的program 去製作cloud 有inveritance 有polymorphism 什麼都齊 當program 其實現在deport的cloud 其實有些現在正在玩 裝完CDK 接著就很隨便 一進去 一句comment CDK deploy never approval 即是不要問yes no 那就搞定了 等五分鐘 吃個杯麵 其實這套東西就完成了 裝東西要上網拿 但現在上網拿 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它在Github上面 即現在的Github code space 上面建設一些東西 裝回一些library 淋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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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 其實整件東西就是這樣 不過其實沒有什麼要看的 如果有的話 可能時間差不多 應該快要被人舉牌 那是不是 還要怎麼下課 那其實呢 現在玩這裡 其實他現在安裝完一些東西 逐個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裡面 我有一堆Lambda功能 CDK可以製造Lambda 可以製造Docker 什麼都可以製造 那我現在玩這些 其實對於CDK的角度來講 你有Node.js 裡面的package 它又不會 即它不會跟你PIP 設置CDK 那首先要先裝回CDK 我不裝過CDK 那CDK 就不可以幫我裝其他東西 所以現在最主要 第一回合裝 就是裝裡面所有的Node.js 最主要就是有這些 還有呢 其實有少許Sample Code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些位置 這些folder 其實全部都是Lambda功能 那麼Lambda功能裡面 例如要找OpenAI 或者有OpenAI的Library 那其實你要裝好它才可以製造 那第一層搞定之後 第一層搞定之後 再走 再走 就真的兩句了 一句就進去Folder 進去CDK的項目 然後再製造 現在做的事情 包括它會 即如果你熟悉Docker 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有部份的AWS Lambda 是用Docker走的 因為其實走不了 有些人走不了 所以其實這樣問 你玩Serverless 其實其中一個關鍵就是什麼 你玩過其他cloud 你都知道 有些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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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你撞到Library 接著它那個 One time 又鎖死了 你又裝不了 其實在conflict 某些事情 你會很麻煩 所以其實AWS 比較有一樣 開心的 就是它支援 即現在這樣 在標準Docker 這隻Docker 其實就是hacking phase 其實它裡面有 有些東西都弄在裡面 變成那些古古怪怪的東西 你有時候問 我搞不搞得行 有些東西不知道怎麼搞 你不要 不過你有win-win的 有取捨的 即是你要它什麼都知道 其實某程度上 它開跑的時候 就要慢一點 即是start up 時間會慢一點 因為你知道 OneDocker 其實它有cashing 你第一次win會久 第二次win會快 但是第一次 如果你的東西真的很大 的話 boot機時間會長一點 變成你的lambda 那個時間會慢一點 還有其實 你會有難衡量 那個performance 所以其實是 殺手鐧來的 即是現在它 建立Docker幫我做 所以其實就是 你見到是取了Layer 取了性 其實我們取完之後 又有人問 喂 那CDK這麼有趣 因為CDK其實有一件事 好玩的 即是你玩過Cloud 你就知道 你很多時候做Deployment 你經常要處理那些 叫做package 即是你的binary 是一個sip file 你玩過lambda 你玩過Docker 你要搞定 搞定那個registry 搞定那個report 搞定那些package 放上sv 然後給它一條link 去搞這些事情 經常搞這些事情 那CDK就可以 自動幫你 做了一個阿公的bucket 做了一個阿公的ecr 即是registry 放在Docker 你每一個project 你不用管 它跟你計一條hash 然後做一個unique的key 就幫你做Deployment 其實你什麼都不用搞 你用開就知道 其實這些問題 你做過就知道 還有很多問題 以前很難解決的 就是 你建立完那個bucket 然後那個bucket 你要設定一個trigger 其實你講到很簡單 其實問題就是 如果你寫program 還有雞鮮 還有蛋鮮 這個問題 其實會Circular Dependency 現在用CDK 其實我回答你CDK 幫AWS上面 很多古怪的Circular Dependency 要Way的東西 全部都幫你做了 在底部 不如你玩個Tetra Form 其實Tetra Form 不斷叫API loop 其實它也有這些 不過你看不到 但是Amazon 其實有些位置不行的 它也幫你搞定了 所以其實是很魔術的 好啦 其實現在我們剛剛做完這個動作 錶要點時間 錶的途中 其實我還有多久 我還可以說多久 看看Code 還有15分鐘 25分鐘 25分鐘 可以看多一點點 其實這個項目 想介紹多一點點program 反正這裡的建築者多 放大它 怎麼夠呢 放大它 神經病 按一下 其實怎麼建立的 其實這裡有架構 這個CDK的Folder 最值錢 其實後面的網絡 這裡就是barbilon.js的網絡 其實整個項目 剛才問 究竟這個項目貴不貴 最貴的是OpenAI 老實在這樣回答你 因為其他那些東西 基本上接近不用錢 因為我整個 剛剛整個3D 我放了所有檔案 其實就是這個source檔案 就是Static的assets Staticassets 或者是角色 女兒 這些 我放了SV bucket 其實SV 你就知道 貴極有不貴 然後 前面包了一層cloud fund 其實就是cash 在那邊 其實這邊是沒有什麼錢 因為其實你看到那個3D 很帥的東西 但你十個人看 十個人看同一套 其實後面沒有東西 因為我們做伺服 其實是用Agex 在背景上升 其實後面 我們就包了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CDK CDK 最高級的角度 就像這裏 我們就會有個 有個Stack 放大些 這樣 Stack 其實是 這樣玩的 其實我有幾個 叫做Sub-construct 趁裝東西 途中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 剛才我講過的問題 就是我們 建立這個架構 就是設定雲端的時候 拿手按 是死定的 我怎樣按 因為我的學生上班也試過 那間公司夠大的 就放在八個Vision 你按八個Vision 按一次 你不要按錯 你八個Vision 按一次 每天要你按廿四次 你要每一次都不錯 那不可能會發生到 一定是沒有品質保證 因為一定錯 因為人不是這樣做 那時候要怎樣玩呢 就好像現在這裡寫program 那樣玩 我們會建立一些 construct 例如我要做一個 Static website 整天都做的 Static website 是我整天都用的 那我自己寫 那寫了一個 construct之後 其實我每一次 寫出一些雲端的東西 我想建立 就是我整個 我整個網站 整個網站 我就很簡單 基本上 我就回到這裡 有一個component的 folder 其實我會上去 npm repo 就是我安裝個package 給自己的 如果我其他 我全部都敢做 因為那些 不能下載 其實很簡單 我要整個網站 我就寫定一個 叫Static website 的construct 其實這個construct 就包住這個 就是要整個網站的整法 要一個bucket在底 然後 這個超正的 removable policy 是cloud裡面 CDK做的東西 你用得到AWS就知道 你用card formation 你就知道 你的個案是 刪除不了 行不行 為什麼刪除不了 你有一個bucket 那個bucket裡面 有一張檔案 都會開啟你 刪除你刪除不了 這些是CDK的東西 CDK就 幫你加了外掛 它就會幫你 建立了一個custom resources 然後整個lambda 在底 你要刪除之前 它就在根據生命周期 看你要刪除那個bucket 之前 它就會叫lambda 幫你刪除那個bucket 裡面所有東西 令你刪除到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行不行 因為刪不正 就是最害怕的東西 你用盡 就逐個筆幫你收錢 你任何東西在上面刪不正 你就是要科水 但是用CDK可以保證 刪除到 這個是刪除 可以自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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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用lambda 然後 剛才不是說 整個網站 然後 整個cloud fund cloud fund 就是一個emason 服務 CDN 等到你可以下載的時候 加速 整堂東西都放在美國 現在 放在維珍利亞 但是香港現在走得比快 因為其實只要走過一次之後 其實全部東西都會放在香港的data center 可以下載 那就是cloud fund cloud fund 然後cloud fund 我就鎖死了 permission 因為你不想人家直接在sv bucket 一定要經過cloud fund 就做個oai 舊式方法 不是最新的 不過可以動就算 這樣 這個東西就可以重複使用很多次 因為我每一次 只要做這個construct 這個stat 做一個這樣的construct 我就有一個有cloud fund 那一張sv bucket的網站 就不斷地reuse 在我不同的project那裡 那這裡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接著呢 其實 現在再玩 就是check GPT 就是check API 這裡有另一個construct 那這個construct 這個construct 裡面 我又可以包著不同的construct 你看到 因為construct裡面 我又包了一個叫做 hacking face game maker的construct 去做這個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來的 剛才我沒有跟你說 我又問了 其實現在真的有原因說 你選擇一些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能的東西 用 第一個point就是錢 真的說錢 不是不想用AWS 去做這些large language model 而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真的不夠錢 給 因為它現在 你要玩這些東西 你不同的vendor 有不同的服務 即google和Microsoft 都出了是API base 逐一下計 逐個字計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什麼 你不用不用付 可以嗎 但如果你要用一個serve 要有GPU 而是機器要玩到現在 類似check GPT的open source model 只是那個model在說幾百git 那你機器沒有幾百git的戰鬥力 要怎麼玩幾百git的model 那你機器要幾百git的戰鬥力 加上graphic card NVIDIA 不知幾顆GPU 那其實搞不定 其實你可以回答你一件事 很清晰的 人們經常跟你說 用這些 將資料給予別人 叫上去 其實是真的不好的 就是你給它 用這些API 就是他們 那我自己開機 然後做host model 是不是好些 當然好些 又可以customize model 不過問題就來了 你有沒有錢 一個小時你已經搞不定 即其實 如果被迫 其實在某程度上 我都真的希望自己可以 溫自己的model 不過問題真的給不起錢 所以問題就是 逼著用 退而求其次 我又要溫一些model 不過要便宜 我最重要便宜 戰鬥力不高 不要緊 那我就溫過facebook 給我的model 這個小很多 小很多的 小很多的好處就是 我們就可以用到無伺服器式架構的scamaker 這個真是偉大發明 不過暫時還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走不了太厲害的東西 因為這個model比較小才行 本身的問題就是 它上限是8GB RAM 但它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它不收錢 其實跟lambda有點相似 不過這些大成型lambda 你幻想這個scamaker serverless 是大成型lambda 因為它說得尺寸和尺寸 最小的單位比較大 但是呢 至少我可以用到一些 自己的model去玩 不過做了很久的實驗 都是沒有辦法 走到一些比較真實的model 如果真的想走到比較真實的model 這段code 其實只用剛才那段code construct 這個scamaker construct 就是一個custom resource 的方法 寄送到hacking phrase的model 在一個scamaker裡面 不是用serverless版本的東西 剛才不是說 有一條lambda 是python 要走docker的嗎 就是這條 因為這條 就包住了那樣東西去走 那我經常會用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reuse 在我經常用的 因為我有時想要一些 customize的model 便宜地走 我就會去hacking phrase找 那hacking phrase找到之後 其實就把這句 就是剛才那個 check model裡面的hacking phrase construct 這個 製造它 製造它之後 我就可以很簡單的 就可以有一個machine learning 的model 以一個無視伏器式架構的方法 給我用 那我就會用一條lambda 去包住它 這裡就順手製造了一條lambda 然後這條lambda 就在一種proxy 的設定了權限 然後就在call 那這裡就是magic 位置 哪條lambda 哪個權限 淋濕濕濕 那這些是我們寫program 的cloud 這一個cdk 有些權限淋濕濕濕 哎 depot文成功了 一邊說一邊吹 所以終於depot成功 那depot成功是很可惜的 就是剛才叫我打它 command 就行了 其實這裡 就這樣 follow the link 按下去follow the link 然後hold了一會 你剛才掉出來 掉了 歪了 因為zoom了 由於吸算了 吸了它 Copy 接著找個位置開 Paste OK 等它混合一混合 這是新的設計 第一次走 你開開電話出來看 就知道 你一定會看到它是 就是看電話 看到來源 看到它在搶東西 慢慢搶 這裏的電話很快 這裏的電話算快 因為這裏的電話 其實我放了很多東西 這裏是Babylon JS的搭配 會幫我放一些GLB 3D Model 要它全部搭配 它就能走到 你會看到 它會不停搶 它會不停搭配 它會不停搭配 所以這裏的原因是尷尬 等多一等 但要再過旁邊 要看到它有 這樣就載到 我們先試一下 載到它 載到它 其實如果你真的回去看我這裏的電話片 那這個With Me 都可以 基本上你不用理會 就這樣設定好 剛才這樣 你自己有個鍵 接著就載到一句 就行了 那就搞定 沒有什麼搞的 但如果你要開設計 就要投行一點 因為開設計 你要搞定 最麻煩的不是Cloud 最麻煩的是BarbiLon JS 因為BarbiLon JS 是比較痛苦的 即是你玩一下你人知 這就是Java Script 其實我講了一點經驗 有人問 為什麼你不用React 為什麼你不用Ambify 是失敗了 答案就是 我們之前有些項目 為什麼我會用Ambify 不用API Key 因為失敗了 因為其實沒有辦法 玩了很久 試了很久 血戰了很久 沒有辦法把BarbiLon JS 這個3D的應用 就是把這個動作 混合進去 一個React 或者什麼 那些 那些SPA 真的搞不好 因為它自己 BarbiLon JS 是一個畫面 你要一個畫面 然後再配合另一個畫面 自問一句 我們的Java Script 戰鬥力真的搞不好 所以有人問 為什麼 如果有人知道 我們之前做的一些 我們有些舊的項目 我們舊的項目 就會用AWC Ambitify 去做登入 做NITO 做權限 用了整套AWC 但是這次 就退一步 隨便 以一個API Key 的角度去解決這個問題 最主要原因就是 技術不足 就很老實地回答你 我們真的不是 Java Script的專家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 很簡單的問題 有待大家 Open Source的朋友幫助 如果有人寫外掛 可以把BarbiLon JS 拍到AWC Ambitify 不是 拍到AWC Ambitify 即是拍到React 這樣就會好玩很多 因為其實這裏 這裏是一個 軟件 沒有辦法 兩個軟件包住自己 好 其實現在時間 不是差不多 因為經常只有我 說 我們有禮物派 問問題有東西送 我們有 拿一張上來看看 有禮物 Amazon有東西贊助 給一個拿上來看看 收拾一隻過來 我們有些禮物 誰問問題 有人問問題 什麼都好 問完就送禮物 OK 所以給人家一支咪 OK 給一支咪 OK Hello 是 謝謝 一支咪 我很有興趣過AWS CDK 因為我每天都要做一些 網路的項目 就是開Bucket 開人 然後一堆東西 可以按到瘋了 是啊 這些是錯的 完全是錯 應該是之後就走回CDK 然後就寫回 一定是CDK 如果你是 你聽我說 你聽AWS Hero說 AWS那麼多東西 最吸引我的東西是CDK 就是 真的這東西是無敵的 沒有它之前 它都好打 有了它之後是無敵 因為你CDK 最尾 有機會 下次有機會 OberSource Conference 我再講CDK 或者AWS User Group 我再講CDK CDK 其實最棒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用 Python Java C-Sharp Node.js Typescript 或者Programming language 你順手 就像我現在這樣寫program 就很OOP 基本上超OOP Inheritance Composition whatever 的Design Pattern 你可以放進去 當你的cloud 是一個結構 可以 你看到我現在 整個東西都是Typescript 變成一個 Programming language 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是嗎? 送我禮物了 送了什麼 可以拆了 不用掃了 這個Amazon送的禮物 多謝Amazon Amazon有些禮品 回答一條問題 我們送完即止 那是 沙蕩蕩來的 OK 有沒有人有興趣 請問一下 有人問一下 給點咪 謝謝 可以傳點咪給朋友 想問 剛才看到你用了Facebook Branderboard 對 SKM4 SKM4 Distil 有沒有試過其他模式 或者是 為何會選擇你 真的跟你說 是拆不起來 有些可以用的 其實SKM4 任何模式都可以建立 不過你不可以用 SKM4 SKM4 因為SKM4 問題是SKM4 SKM4 SKM4 為何選擇它呢 因為我試過很多隻都無法建立 其實我也不想選擇它 因為下一個版本 我獲得贊助 我會用一部超級機 來開給大家看看 但問題就是 這個是贊助的展示 到我製作的時候 我都沒有本錢 其實有人做LG Ranking Model 自己行 例如現在最基本的例子 可以回答你 就是 是 是 路透 路透 製作了一個 是做Financial Data的 LG Ranking Model 他還用AWS 自己建立 後自己主持 要的 金融機構 我認真說 金融機構真的不應該用 別人的 其實你想清楚 就知道 你都是API 基礎的 因為是share 我經常說 為何有時候自己主持 都是擺Cloud 你用API 也是擺Cloud 為何自己主持 其實邏輯就是 你擺出一個 普通的API 服務 某程度上 是shar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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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橫偷 偷到旁邊的人的東西 這是一個 點 其實有時候 為何說 如果我真的有錢 我是一個有錢人家 我就會自己 安裝 現在hacking frame 前幾天放出來的 模特兒 800幾GB 就肯定很厲害 問題就是 放出來放在自己 那部機器 又要很厲害 其實你入大機器 就是Single Tenant 這部EC2是你的 你設定好防火牆 你可以下落 那幾個東西 會好些 但是 這個已經 其實這個問題 大家將來要談 就是怎樣 你說用API 基礎 還是自己開機 來看分別 就是不同的公司 會有這個 其實我們想試其他模特兒 不過 不是功能問題 是開不了這個問題 因為不夠錢 因為其實我真的有很多學生用 我不想爆補 哈哈 你送了椅子 麻煩你送個禮物 送個寶寶 送個寶寶 還有少許時間 還有少許時間 有沒有人有興味 什麼都可以問的 打瓦咬 就可以了 舉手 麻煩你 麻煩你 剛才你說到 想一些學生 去學 怎樣做 製作工程度 做得好些 其實怎樣可以 又便宜 又做得準確 其實是 怎樣可以快一點 上手 應該這樣說 便宜和準確 應該這樣說 現在的問題 為何 那些人不會 那些人不會像我這樣 因為我要付錢 他不用付錢 所以他便亂用 其實很坦白說 現在的案子是 我要付錢 他便亂用我的帳戶 但如果他要付錢 他便會很緊張 現在我們那個 其實我們有第二個版本 就是 逐條問題 展示他用了多少錢 然後我每天 只給他一元美金 我還要你做一份功課 一元美金就跟我做完 你問一些 你問的不夠精 你做不完這份功課 你就沒有分 所以被迫著那些人 平日每天都是一元美金 練習 練習一下怎樣 問人工智能 是有效率的 因為其實你問的 真的有技巧 最簡單的 一定要加的 就是回覆我多少字 因為他會狂回覆你的 行不行 其實你有時問一些很簡單的 你一定要跟他說 回覆我100字 這個是一定要下的東西 如果你開始想錢 行不行 你不要給他 因為其實他很簡單 他是一個自身分別 其實所謂的 Last Landry Model 後面只是一個自身分別 的強化版 他會無限地毆給你 其實如果你真的 做一個Promptus Engineering 你有錢的話 其實有這個關鍵 你就會做得準一點 喂 真是時間了 喂 夠時間了 可以送來個禮物 還有多久了 五分鐘嗎 其實我回答你要練 第一件事 你真的要用一個東西 是看到有多少Token 你消耗了 還有收多少錢 你才會練到這件事 因為你看不到價錢 其實你就不會學得好 就是這件事 還有其實我老實回答 我說的東西很不環保 行不行 即是現在的人工智能 是在破壞地球的 老實回答你 是直接破壞 不是毀滅人類 直接破壞 因為你問一條問題 用7GV科 就是一瓶水兩升 一條問題 因為你一條問題 兩升水 其實問題就是 你現在還不推人 去優化學會 怎樣用人工智能 其實亂問好像不用錢 其實你是不用錢 不過你是陪大公司 毀滅地球 所以其實這件事 不是好事 所以其實現在應該開始做的 不是說真的推人工智能 一定要用 不用你不請 現在是要說哪個人 可以優化地使用 因為其實都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做一個 提示工程師 你就會很仔細地 避免這些問題 只要用最少的招牌 去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這是另一堆東西 你有機會再跟你們說 OK 還有問題 多問一條 五分鐘 有禮物送 送奶 不想拿走 Hello 是 我想問出了 TrackGDP 那Late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的前景會怎樣 嘩 其實真的好玩很多 其實最大問題 當我玩了這麼多年 我之前真的最頭痕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有玩過Trackboard 淋淋淋淋淋淋 之前那些其實是一些 叫做硬碰的東西 全部都叫做硬碰的 那些叫做指令模式 其實是很沒有彈性的 很沒有彈性的 現在你變成一個很free 用聲音 用文字去給別人用 很自由的 又不用寫program 又答得那麼準 又不用語言 又不用前文後語 這件事很麻煩的 你要想到一些人 說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說法 你會很大的工程 而TrackGDP這一類 現在最棒的 就是multi language 閉上眼睛這樣做 然後其實第一 你們現在可能 我們有機會再跟你們說 昨天有人說 就是Microsoft那個talk 都可以的 就是講Semitic kernel 其實就是講的問題 你有第一個 Language model 做些事情 第二個Language model 可能都是TrackGDP 其實你會看到 將來做分析 即是我跟你說 我最經典的 就是做了一件事 用來改功課 這個濕了 就是Pycon 就是用TrackGDP 用Punch Engine 技術 將計分評分標準 寫好 其實你們不要做了一件事 不要當 TrackGDP 或者Language model 這些東西是一個 只是問問題答案 不要當是Google 看的 它不是Google 它是一個 Logical Thinking Engine 它幫你 你只要給它一些規矩 或者你不給它 因為你不給它 它會有一些 坊間的知識 坊間的規矩 在它的記憶裡面 扭出來做 但如果你有自己的規矩 你只需要 將自己的規矩 寫清楚給它 然後再給它 你要怎樣 output 你給它一些規矩 其實你給它一些規矩 它可以幫你做一些 之前 你人手做的 很簡單 我用來改功課 行不行 我給一個評分標準 學生敢寫 平日我就有一個marking scheme 我將marking scheme 平日不是很仔細的 寫到人工智能式 看 人工智能就可以幫我 改報告 因為我改了兩次 我手改一次 再用人工智能改一次 我發現 改完出來的結果 是一樣的 不過它改了快 我一百倍 不過它用了五元美金 這樣 這件事 你真的搞得不行 你如果用三個小時 用五元美金 我寧願給五元美金 我三個小時 誰知道五元美金 所以整件事 是很棒的 因為其實很簡單 我現在搞一次例子 我有一大堆 paper 我有一堆 paper 我想它做一些古古怪怪的 寫書 它現在做到 很多有趣的 你不要給一些創意 你相信我 你應該有任何問題 你便想問問它 它會給到驚喜 我都想不到它可以幫我計分 因為我做這個問題 很簡單 我有學生每個星期 哎呀 時間到了 救什麼 救我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阻礙大家 因為我們有時間 哎呀 已經過了 我們今天下班了 不好意思 今天問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有個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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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有信用 可以嗎 Amazon有25元的採訪 填一個採訪 OK 可以採訪 採訪就可以了 哎呀 為何錄不到了 只有慢一點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嘉嘉 爆了鐘 死了